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还没有正式启动 未来如果启动的话是以针对国际线为主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要往国际还有针对港澳台的部分呢也都有 所以以后如果说在这个往返四川要来玩的人的话 你也很有可能呢可以选择在天府机场落地 来到天府机场呢它还有一个新功能 一定要来看亮点就在厕所 它现在全部都改成智能面板了 如果急着上厕所憋不住的时候呢 看一下面板全红拜托不要等立刻到另外一个地方